迎女星勾引女儿为成年男友,被得到最高点。 4月的女儿预告。图天骂行空,20101804.15。 2010期坎城迎战一种注目单元庭审团大奖得主4月的女儿,由阿莫多瓦御用女星爱马苏雷兹领贤主演,她在片中全是面临中年危机的疯狂母亲,不仅将外孙女占为己有,甚至当妈上瘾,不惜穿着网袜勾引女儿为成年男友, 开房间滚床单,完试后更直呼想再生一资给外孙女作伴,简直被得到最高点。 导演米歇尔·法兰科表示,母亲这个角色完全没有经过试镜的过程,便决定邀请爱马苏雷兹出演。 我看过很多爱马的作品,尤其对她的阿莫多瓦作品《沉默朱丽叶》中,所饰演的母亲角色印象深刻,于是认定她也能在4月的女儿中,很精准地诠释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母亲面貌。 爱马苏雷兹也表示,自己最初看完剧本便对这个角色大从心底排斥,原想推辞。 爱马苏雷兹,然而在接连看了导演米歇尔·法兰科的几部前作《路西亚》离开之后,急冒性病后,决定在与导演深入讨论,并在深谣后突然觉得有信心,可以驾驭这个与自己全身上下找不出共通点的角色。 爱马苏雷兹,佐,在片中演技大爆发。 图天马行空,20101804.15 4月的女儿故事讲述17岁的晚莱莉亚,和同样未成年的马太奥,天天放闪,早晚纵遇,与世未婚怀孕,但接种儿子的经济压力,不得不请妈妈爱不利提供经缘。 孩子出生后,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晚莱莉亚,完全受不了小孩哭闹,于是爱福利揽下新生儿的补养工作,她将宝宝视为寄出,她的爱越来越广,就连未成年的女婿马太奥也不放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